對一些特殊的孩子 要盡多一份力量 多一些關懷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對的事情 我們基隆市的心境障礙的孩子 需要關注 特殊孩子的爸媽都會比一般的這些 爸爸媽媽們付出很大的心力 所以其實他們是很辛苦的 所有女兒也是有領分紅卡 所以我的確也是可以體會 我們原本的師生比應該是1比15 今年配合政策我們降到1比12 我們有兩個融合生 教育處 市政府就配給我們一個助理員 對我們教室裡面 除了我們原有的環境規劃之外 我們又多了充足的人力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在值跟量的提升上 對孩子都非常的有幫助 在基隆來講 算是第一年 也是首屈一指的一個政策 我覺得非常感謝 我們很在意這些 特教老師的一個資格跟聘用 所以我們在上任以後 我們把我們特教的老師的聘用的比率 去努力繼續的提高 讓我們有合格教師資格的 這些特教老師 可以進入到我們教育體系來服務 我們希望各個有特色的學生 我們視財視所有的去發展他們的特色 常樂富幼主要是採取 學習區取向的教學模式 就是老師和孩子 一起共構一些很有趣的學習空間 然後吸引孩子的興趣 在學習區探索的時間 老師不會要求孩子們 大家一定要做一樣的事 比方說他選了美勞區 他今天想要做聖誕樹 或是他要在烹飪區跟小朋友 一起打果汁 做餅乾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孩子們 在過程中很自然的和朋友互動 所以每個小朋友 都可以找到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我們常樂 我們除了環境的規劃之外 然後課程一直在不斷的調整 我們就是看見我們孩子的需求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環境的調整 以及老師策略的調整 能夠幫助我們常樂富幼的每個孩子 無論一般生或融合生 在我們學校 都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 新義的親子館 現在是應該是周邊縣市爸媽帶孩子的 一個觀光景點 那基本上因為這個郵具 大家可以看得到是商業等級的 然後也相當的乾淨舒適 所以的確很多爸爸媽媽 會帶小朋友來玩 那親子館可以說故事啊 爸媽一些陪伴 很歡樂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環境對我們來說 就是以社區服務的心態 來提供大家來玩來使用 因為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歡樂 有愛的城市 有愛的城市